OK 哈喽哈喽 今天是我们的公开亮相第五年纪念日 我是陈天润 最近回家了 跟家人一起吃了海鲜 也去看了海 生活非常的充实啊 TMI回复 长相就是一个 有着一对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一对耳朵的正常人 性格比较愚蠢的一个人 人品就是比较一般的一个人品 特长就是 技能不是特别长 不是很喜欢 外貌 就是变成透明的人 别人看不到我 能力 希望自己有一个掌控时间的能力 在很多人面前的时候 很多双眼睛注视着你 就感觉有一种压迫感 可能就是与自己喜欢的人 待在一起的时候 面对一些问题 一些与别人的争吵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理性 应该人不好学 但是事物应该是足球 因为足球给我很多的力量 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喜欢听音乐 然后刷一刷视频 宇宙的镜头我想 应该是在想这个问题的人的心里 我觉得是恩仔 因为恩仔这个人比较有性格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仗义的朋友 这个就是如果他对我好的话 我肯定就会对他产生好感 那种比较装装装的人吧 可能会比较反感 家庭爱情事业 因为我觉得家庭是最重要的 毕竟家庭是一个人的港湾嘛 家庭既然是一个人的港湾 那爱情呢 就是这个港湾里那个码头吧 随机抽签 哦 我想起来了 长相就是有着一对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一个鼻子 一对耳朵的人 性格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奇葩 脑子里想着的东西比较奇怪 思绪很跳脱的一个人 感觉很跳脱的一个人 我觉得人品是还不错的一个人 也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人吧 胳膊特长 腿特长 身材特别长 张俊豪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张俊豪 哈喽 珍珠到我了 珍珠到你了 在干嘛 我给你吃东西 好 给你弄成一个团 方便你下口 多吃点 对身体好 完成任务吗 好 OK 再见 拜拜 我觉得可能是各占一半吧 可能比我弱小一些的 我就会去想保护他 遇到了比我强的呢 我可能希望会被保护 我觉得应该张俊豪 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我觉得呢 根据我了解我觉得 除了我以外 最不会游泳的应该是 张泽宇 因为张泽宇看起来比 郁寒要弱小些 看日出 我会邀请左航一起 因为上次本来在海南的时候 我们说要看日出的 但是呢 因为早上起来是有雾的 没有看成功 应该最后年的是 2020年的夏天吧 我觉得那应该是我人生中 过得比较放松的一个夏天吧 我觉得我应该相信吧 谢谢各位的关心与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 不知道大家是因为什么原因认识我 但是相遇即是圆 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的支持我 我会想在海边露营 我觉得应该是挺爽的吧 OK 今天我的TMI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